大家好,我是五仔 這一節跟大家討論一下 夫妻當拍劇,你喜不喜歡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你作為這個觀眾,其實沒什麼所謂 有些人,就算不是夫妻,不是情侶 你也當他們是 但是,真的 你見老婆被別的男人親 簡直想打爆電視 看到陳豪近排和陳欣薇 竟然夫妻當拍劇 梁山百月朱麗葉 這些劇名真厲害 他們就非常表示歡迎 但是看到娛樂圈有一眾藝人 就不喜歡 譬如 杜汶澤不喜歡 尤其是張智霖和袁詠怡 講得明白 張智霖說死都不會跟他演出夫妻的戲 真的這麼討厭 我們真的要聽聽內幕是什麼 交給菲龍哥 謝謝五仔,大家好,我是菲龍 近來大台上映新劇 羅北與竹英台 陳豪和陳欣薇 破天荒 夫妻當合作 今天想說一說一下 娛樂圈有多少 夫妻當一起演戲 但老實說 又不是真的 每個夫妻當都很喜歡演戲 就算兩方面都是演員的話 因為早幾年前見過 Chi Lam說過 她很抗拒和美麗夫妻當拍戲 但最好笑的是 那次出席一個活動 是和美麗夫妻當幫一些名標商 展彩做嘉賓 即是 展彩夫妻當無所謂 拍戲就不好了 其實張智霖說 還可以 夫妻當真人騷都無所謂 但拍戲真的不可以 當然我第一時間想 很多演員喜歡演戲 因為可以 忘記自己現實世界發生的事情 即是我天天已經對著老婆 拍戲實在可以對著其他美女 談情說愛 不是呀 拍戲仍然對著老婆 少了一個機會可以對其他美女 即是我第一時間覺得張智霖是不是這樣想 但張智霖說不是這樣 因為她說她們會把拍戲裡面的負面情緒 帶回現實 因為她們兩個其實好像都一起演過戲 以前 我試過拍一些吵架戲 之後就把一些不愉快的感覺帶回現實 所以她們以後都重量避免一起拍戲 但做真人騷就無所謂 因為做回自己 說實話 Chillam和袁詠儀開始認識 一定應該是拍戲先 否則一起拍戲 就很難 開頭培養感情 難道這樣無端的朋友介紹 我看回資料 她們兩個認識 原來是1992年 當年拍電影 編成浪子 當時袁詠儀就是女主角 那時袁詠儀已經是月日中天 張智霖也只是剛剛開始 應該那時是 唱著現代愛情故事的 跟許秋儀在一起 對呀 她們應該是拍戲 這樣撻著 然後 Chillam就原本好像跟許秋儀在一起 之後就跟美麗一起 據知當年是美麗主動追張智霖 所以有段時間美麗都看張智霖看得挺實的 因為當年她自己也是在拍戲裏面 就這樣追了她老公回來 誰知會不會有其他的女藝員也是這樣 但後來她也說過 每次看著她老公 她自己也覺得很不方便 因為不用拍戲那些人 在片場上就只是等 因為演員也是要等 何況 不是演員那些人 更加坐在片場上更加悶 所以後來她也相信她老公 唉 那就是啦 每次不相信 很難 一世流流長一起 好 講述陳豪和陳欣媚夫妻檔 拍無線的新劇 挪北歐與竹英台 這次也要恭喜陳豪 終於不用 Penny 以其他演員 置擇自己老婆 可以親自在螢幕上 親自擇擇自己老婆 陳豪其實每年都只有一兩部戲 但她和陳欣媚夫妻檔演出真的有多可 不過他們未結婚之前 就好像真的有演出 例如在2012年 深箭 天梯 在深箭裏面 陳浩和陳欣薇 飾演義兄妹 天梯裏面 陳欣薇就飾演 王德斌的老婆 所以他們婚後之後一起演出 這次一定是 破天荒的合作 因為其實陳欣薇自從和陳浩結婚之後 就已經淡出幕前 在2015年的時候 跟TVB結束了九年的賓主關係 當時陳欣薇就分頭 專心打理家頭世務 做過陳浩背後的女人 這次隔在九年再到出現幕前 第一件事我當然覺得 因為這些子女都大 我身邊有些藝術也是 子女大就可以 自己抽點時間出來演出 或者做回自己的事業 加上陳欣薇說他這次演出的角色 非常有挑戰 跟以往他演出的呱呱女 溫柔小虎的角色很不同 這次羅伯鵝與竹英台 陳欣薇就剪了一個 綠軍裝的髮型 最初看了一下 女扮男裝 還好像有些 紋身在身上 造型跟以往 180度大轉變 陳欣薇更加為了這個角色 接受一些訓練 例如打鬥戲 槍戰 我真的很期望他們兩夫妻 怎樣拆出火花在戲裡面 但會不會像張主任那樣說呢 如果在戲裡面有吵架的情緒 都會帶到現實呢 真的要問回當事人才知道 我覺得他們兩夫妻 這次的造型也挺特別 起碼 一看就有幾億點 都要紮紮一下大台 這次也有幫他們設計造型 不過說實話 這次陳皓和陳欣薇的新劇 羅北歐與竹英台 有沒有覺得 很不像大台的劇種 首先那個種類感覺很一套 現代的西部片 依附的造型也不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剛才還沒說 陳欣薇和陳皓這次的造型很有記憶點 如果說 戲種來說就像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一套西部片 叫做 那些有一點點溝溝的 的戲種呢 想不到啊 即是在大台上 經常拍給私人看的戲 竟然敢做到這樣的戲 我值得鼓勵 因為始終呢 其實很多時候看劇 不要經常看得多 觀眾真的會感染 所以我覺得這次也是一個不錯的嘗試 另外聽過杜汶澤說 他 拒絕和他老婆田耀宇利一起演戲 田耀宇利以前曾經說過 當時他老公還在自編自導 自演很多電影 經常叫他老公不如寫個角色給他演 就算配角也無所謂 照殺可也 偏偏他老公一直都不肯用他 還在嚇田耀宇利 有角色給你 但下套他可能要脫衣 阿澤其實說 為什麼不想跟老婆一起演戲呢 就很怕被老婆狂疾 他自己當時有個報道就說 四面受敵 八面威風 不想在片場被人罵 而且說有時他的戲裏面有些 情慾戲呀 例如有時有人有 三後一王呀 這個他開玩笑地說 擔心到時難以控制 這個他要解釋 反而有人杜汶澤的心態真是像我剛才 猜張志林的心態 張志林的案子就不是啦 杜汶澤就應該是 幾難得拍戲跟那麼多美女一起 不是吧 老婆現場看著了 那我怎樣去 聊一下美女聊天 不要說下下他們一定會 跟其他人搞分愛情 但有時有些男性 覺得工作之餘呢 聊一下女仔聊一下 也是一個 挺開心的事情 要知道演藝界多少男性 口花花的 但最禁忌的就是 口花花的時候老婆在現場 這個就不行了 所以我覺得當年杜汶澤拒絕跟他太太 田裕蓮一起演戲就是這個原因 不知道大家認不認同呀 雖然如此 剛才說有些人就不想 在拍戲真是夫妻檔演出 但老實說 又是真的很多藝人 拍戲 而結緣 再變成夫妻檔 例如鄭家榮 太太陳凱琳 當來他們是拍姜這部電視劇而認識的 老實說他們年齡相差21歲 如果不是因為拍戲可以招職相對的話 其實也很難開始這段感情 但當時這部電視劇也很厲害 電視劇裏面他們不是演夫妻角色 當然啦 我是編劇 或者是導演監製 他們 現實相差21年 你強行寫他們是情侶 有可能觀眾也覺得很難接受 但偏偏他們現實 做了情侶 還變成夫婦 所以他們當年不是演夫妻角色 而互生情數也很厲害 不過有可能關乎陳凱琳 當選香港小姐的時候 說自己從未拍過拖 所以很多時演員發覺 他開始剛剛演戲的時候 很容易愛上劇中的人物 所以他們這一隊當年被人說父女戀 那麼難 都可以修成正果 真是多得 因為演戲之下 大家而拆出愛火花 另一隊經典的情侶黨 一定要說說劉青雲和郭可明 尤其是郭可明 看他演電視劇 都不知道有沒有20部 偏偏跟劉青雲合作了 起碼有兩部 大時代和世紀之戰 那麼聽說他們當年1992年的時候 大時代結緣 但他們當時不是因為拍戲 而大家拆出愛火花 因為當年兩個人 他們兩位 都很專心工作裏面 聽說他們是事後 劉青雲無緣無故約郭可明出來 當時重新找他聯絡 他們才會 他們呢 之後就拍拖 他們當年拍了六年 最後1998年結為夫婦 他們結為夫婦之後呢 才演出世紀之戰 因為世紀之戰那套 電視劇是2000年 他們的情況就不像 剛才張志琳 杜汶澤 他們說 很抗拒和太太 演出 老實說世紀之戰 人人都知道是 所謂的大時代的續集啦 雖然那些人不角色都改了名字啦 因為世紀之戰在亞視上播出嘛 你不可能拿大台那套 直接叫那些人名字啦 但很明顯的格局根本就是大時代的續集啦 所以當時找回郭可明和劉青雲一起演也是很重要的 雖然郭可明裏面演的角色就不是之前大時代演的那個角色來的 是另一個角色來的 另外蕭政嵐和王翠瑜 他們當年真的在《C-line Madam》這套戲裏面 演的螢幕夫婦 不知道當時是不是演得太投入了 這套劇也未播完 他們兩個已經急不及待 要公開一個戀情出來 最初我以為是炒作而已 這套劇整天都是這樣 最終要說劇中那些人在現實之中都是拍拖啦 他這樣逼收視 如果不是 這一套是真的 還要在2018年台戲的時候 蕭政嵐在台上突然爆出震撼的感言 多謝我太太王翠瑜 當時在場的人都非常的驚慨 因為很多娛樂圈的人是結了婚也不告訴別人 我那時候只是公開個分訊 高調地公開 就不是結了婚也不告訴別人 後來2019年 他們才正式舉行婚禮 你們兩個很厲害 結了婚之後 整天 在社交平台中放閃 每逢王翠瑜有新劇播出 或者有想做的事 詩正嵐都全力支持 不但在個人社交平台 樂力宣傳 有時更加會身體力行 到片場就探班 不過當年他們倆的婚禮就一起重選 就不是很複雜的禮儀 不知道關不關乎 TVB 就算你做男一 人工都不是特別高 所以省得就省了 這是我猜的 另外羅仲謙和楊怡 都是當年拍劇 而趴著 雖然他們現在好像兩個都改了名字 但我真的不習慣叫他們的新名字 所以別怪我 我仍然叫 羅仲謙和楊怡 因為我的心情其實我也不太懂 我不知道觀眾知不知道 那麼當年他們兩位就是拍攝 苦工收視的劇 On Call 36小時結束 聽說當時因為 楊怡經常要拍夜戲 羅仲謙一直為他買宵夜 結果這個舉動獲得女方好感 再加上羅仲謙 後來又邀請他一起 舉辦生日Party 原來他們兩個生日只是三兩天 非常之好 終於成功打動 女神的方心 幸好我想說他們只是生日相差兩天 如果相差 是同一天 即是沒有相差 是同一天生日 反而未必是一件好事 因為我以前試過拍拖 我女朋友跟我同一天生日 她竟然很多時候發生氣 原因就是 她就說 生日明明是別人跟我慶祝 為什麼今天要跟別人慶祝呢 可以是這樣 只差兩天就可以選擇是不是一起慶祝 或是各自慶祝 他們一直都非常恩愛 不錯 羅仲謙還曾經發表過《愛的思源》 即是說女朋友不是完美 人也沒有完美 但相信 她也不會再找到一個 比她現在 新搬的另一半更好 說實話 他們兩個人 沒有拒絕夫妻檔演出 因為他們結婚之後 也有在內地劇中 真是夫妻檔演出 因為當時傳他們的片酬高達8位數字 豈不是成千萬 那麼夫妻檔演出也沒什麼所謂 錢來嘛 因為錢是可以彌補 拍戲的時候的不開心的emotion 另外不知道大家早前有沒有看《新澤師兄》 深宵重播 看到當年 梁次偉和劉嘉玲 一起演出也挺微妙 因為當時他們兩個就不是 以情侶 以兄妹 今天我們大家都知道她結婚了 反而看回當年他們演兄妹的感覺多特別 新澤師裡面還有張曼玉 反而張曼玉和梁朝偉已經有很多情侶 反而在現實裡面 竟然他們不是在一起的 因為這個案子比較特別 相信有可能 劉嘉玲的性格真的和梁朝偉非常匹配 因為兩個是 雙反性格 劉嘉玲喜歡鬧 梁朝偉喜歡 孤獨 但是有時 極端性格之下 有可能配合才是最好的 因為如果兩個都是孤獨的話 那不是經常沒有東西 所以有時有些平衡是好一點的 例如見一些出席的活動的時候 梁朝偉就可能叫劉嘉玲幫忙 代他說了些東西 所以有時太太和 自己丈夫性格不一樣 都是有些作用的 在現實生活裡面 好過大家一起 好硬頸那些 變成火星撞地球 說實話 梁朝偉跟劉嘉玲之前演過電視劇 其實也演過很多電視劇 不只是新澤師兄 但是兩個感情進展其實就不在電視劇裏面 也不在電影裏面 是 當時在彩排舞台劇 花心大丈夫的時候 反而結束了 有時有些情況會 比較長久一些 我也認識不少人是情況之下 plu頸 甚至是夫妻當 包括我自己的個案也是 今天娛樂圈新聞先說到這裡 遲些再分享其他娛樂新聞 拜拜